就是利率零利率 零利率我查了一下 Freddy May公布的数据 这是近五 就是30年来抵押贷款 利率跌破3% 是近50年的首次 然后呢 15年抵押贷款 就是做了2.5% 实际上达拉斯还要低 就像我们给大家讲的 现在就此时此刻 第四呢 就是达拉斯就业机会 就这边 我就复述一下我客人说的 我有个客人是JP Morgan的 那他是这样子 就是说在纽约 JP Morgan不是有很多大楼吗 那现在几乎在纽约 只把前台的留下 什么叫前台的人 就是跟人交流的忽悠的那种 就是那种西装革履的 带领带这些交流的 后台的 比如说做数据分析的 做服务的 做支撑的 中台后台的人 全部现在在往达拉斯和纽约去挪 在未来五年之内 几乎都会挪到达拉斯 把纽约就吃干净了 这是JP Morgan的人给我说的 所以这只是其中一家公司 所以我相信你们周边有很多朋友 很多公司都在往德州挪 你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 这是达拉斯的就业机会 第五个就是在疫情期间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我们 以前那城市里面方便 大家都喜欢 包括在国内也是 一下楼走路什么都有了 还溜溜弯 还端页一下身体 德州人都胖 全住single family 现在一出来必须得开车 然后哪怕两分钟也是开车 然后出去买点东西再回来 好 现在没想到这个变成优势了 我们在小区里面走路也不戴口罩 如果散步的时候 在公园里面或者怎么样 这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在sidewalk碰见人了 我们大家就自动错开 但是 最近你会发现 就像北边 Mikini Frisco所有的公园 然后还有这些游乐场 到下午放学的时候 已经开始了 所有的棒球比赛 橄榄球 训练 没有人戴口罩 然后呢 5月份开了之后 所有的泳池里面 你的小区的泳池 我们的小区好像有 4个泳池 我们社区比较大 然后最大那个开了 开了之后全是人 就是你 谁游泳还戴口罩吗 对吧 衣服都不穿 所以你根本想象不到 然后儿子趴在栏杆上说 爸爸 我们什么时候也能进去游 说不行 这人太恐怖了 这是 所以大部分人从人口密集的区域 往人口悉数的区域搬 他就得要便宜 对不对 而且不只是东西岸的 当然是Downtown的也在往北搬 就以前住在Downtown的这些人也在搬 然后以前要退休的 现在提前退休了 本来我65岁退休 我要60岁我不干了 反正也没工作了 那我就搬个清静一点的地方 房价又便宜 这是人与人 然后第六点 民主党神助攻 哇 这太猛了 你知道吗 你看看现在 疫情期间发生哪些事情 最重大的事情就是黑命贵 就游行 然后某些城市是吧 还要撤除警察局 还是怎么 我觉得这些所有的逻辑 真的是很可笑 然后这两天的新闻是 就是在加州以前是 如果是黑奴的 是不是他们有一些补助 说20多万还是多少钱 我觉得这 就是但凡正常人 咱们都说 OK 咱们假设这个事是对的 咱们就假设这个事对的 我想请问你谁付钱吗 你发现所有这些政客 就专业的政客 川普他还算个做生意的人 你就说这些专业的政客 那真是专业讲故事的 没有一个人提钱 谁付钱大哥 有没有人有钱 然后还继续这样硬吗 然后物价飞涨 还是这样硬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太可笑 咱们就是大麻的事 还有说你砸车玻璃 偷东西这些事 咱们都不说了 那些都小事 我想请问你谁印钱 不是谁政府印钱 谁给钱 你所有的福利 这些都给的很好 所以就像我当时说的 你的人口流入 什么样叫好的人口 我认为像比如说 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西兰这些地方非常非常好 景色很美 福利也都很好 问题是有多少人 特别是中国人去 是给那创造价值的 不是都是想去养老吗 然后在国内挣了钱 然后有好的环境 多美啊 那你真正在那做创业公司 带来的人口的红利 然后你在那生孩子 养育下一代 和你在那养老 只是通过消费买房产 来得到经济增长 哪一个更好 那肯定是工作带来的 这种持续稳定的是健康的 所以那只想拿福利 不想奉献的这些 那我觉得他那的人 会慢慢慢慢流出来 所以这些民主党 兰州的区域 大部分都到红州来 特别是有孩子的 因为你一个人 你怎么样都行 我无所谓 对不对 你今天这样 明天那样 你这个变化太快了 你但凡你有一个孩子 或者但凡 你有一点资产 你一年挣十万块钱人 你跟一年挣一百万人 他说话的方式能一样吗 他想问题肯定不一样 有资产 有孩子的 他想问题就不一样 慢慢他会变成 红州的思维模式的就是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 以前有加州纽约 大量搬到这边来的人 慢慢通过这个事情之后 很多朋友联系 他们自己的朋友 然后把人就找来了 所以现在我通过这七点 我大概列了七点 就知道为什么 达拉斯甚至北达拉斯的房子 涨得这么快 第一美联储注水 第二利息 现在目前是零利率 30年固定 15年固定只有2点多 第三 几乎全民from work from home 所以说很多人 这个裁员也好 去找新的地方 或者是他们已经有工作 然后再找更便宜的地方 适合养孩子的 第四 达拉斯的就业机会 非常非常的好 很多公司 东西岸的公司都在撤 然后搬到达拉斯来 运营成本更低 而且没有周税 第五 大家需要人与人之间 离得非常非常远的距离 那这边呢 subband的区域 全部都是single family 比例占到80% 90% 所以大家很喜欢这 那个环境又好 第六呢 民主党神助攻 在兰州有一些 就政策法令法规 都是把这些有资产 有钱的人 把他们赶走的 也会让他们交更多的税 但是享受不到更好的东西 然后第七点 就是大量已经从加州和纽约来的人 东西岸的人 他们通过这个事情 让更多的朋友来 所以它现在形成良性循环 还有房价涨价的原因 还有其他两点 第一个是贸易战 因为你们今天 我现在有三个做橱柜的客人在这边 那有些木材是从中国来 有些木材是从俄罗斯来 有些木材是他们工厂在越南 或者怎么样 但是这些通过进出口贸易来说 他们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至低 第二呢 所有的木材Lumber在涨价 然后物流也在涨价 现在很多人现在不干活 或者怎么样 拿补助 我有一个客人太牛了 他问我 他在加州说 我现在一个月拿的补助是7000块钱 我都疯 我现在可不可以贷款买房 我说真的不可以 你问哪一个贷款公司 说你这个拿这么多补助 然后用补助去买房 这肯定贷款公司不批的 所以实际上 那现在就是很多蓝州的人是这样 就是说他们拿了补助 可能之后他们就不工作 因为补助拿的很高 那这个时候呢 反倒那些想工作的人 就比如说有些公司 像什么卡车司机 还有很多东西 他们要上班 但是以前的 因为工作的人少 反倒以前的物流成本 和各方面的成本 包括政府审批的成本 都高了 你像我们现在的 2brother盖房子 已经等了三个月了 我们交了定金 可能有两个月吧 现在整体市政 P permit的效率也低了 就所有 就感觉相对比疫情前要混乱一些 这也是一个原因 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讲了几点 就是为什么疫情期间 达拉斯的房产还在不停的上涨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 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 都可以用数据来证明的 问问你周围的朋友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感谢你 如果需要更多关于达拉斯房产的信息 可以在下面的评论留言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节目 然后在我知道的情况下 我会尽量的给大家多说 也请大家在评论区 发表你自己的意见 我是邱瑞 我在达拉斯等着你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